喂 希逸 我妈给你做了点好吃的东西 我已经给你送过来了 现在已经到楼下了 我现在接你 再 希逸 想没想我 是不是觉得很惊喜 看我了 看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我们结婚吧 我原以为 在和希逸相处的这么多天后 安娜回来 我会更有勇气 和希逸一起 向她说清楚一切 为什么我还是想当个小透明 还是想要逃 安娜 安娜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相关 你愿意把这些日子以来 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我很感动 谢谢你 我承认我是很难过 但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解决 我刚刚查了 只要你跟他办好离婚手续 我们再结婚 我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了 到时候我会对外说 这个孩子是我生的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婚姻 发生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我愿意代替生母 给这个孩子最好的照顾 等到孩子成年之后 我会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她的身世 也愿意让她选择 要不要跟她的生母相认 至于那个女人 我们可以让她 那个女人叫陈嘉欣 我们的孩子叫小西米 我们的事情 也从来不是一件问题 也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我们已经没有我了 那你有真的想过我们吗 一开始一直相信你的人是我 苦苦等你的人也是我 在邮轮上被遗弃的人还是我 安娜 你心里最爱的人 还是你自己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有选择不被辜负的权利 对不起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生日之后 我就完全人间蒸发了 临性全无 直到我这次回来 你肯定有你的原因 但是我不想知道 不 你要知道 因为最后一场眼珠浅 我摔伤了被送进了医院 我不但脑震荡 还错过了最重要的闭幕演出 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星期 才能下床 而我之所以会在排练时分心摔伤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张照片 子墨早就跟我说了你跟他的事 我一开始还笑他多心了 直到他传给我这张照片 都成了人家商场公众号文章配图了 我居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难过 我不爱 但是我不说呀 不拆穿 因为我始终还骗着我自己 我多么希望你告诉我 这一切只是一个误会 你次爱的人还是我 我 可是没有想到你不仅大方承认 你还狠心地离开我 你说话呀 夕野 如果你真的喊得下心 如果你真的不顾及我的心情 那你就看着我 亲口告诉我 对不起 爱 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我可以改的 我真的什么都可以改的心意 我求求你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一定努力学习 学着做好你的妻子 安娜 我求求你了 安娜 我求求你了 你不用为了我迷失你自己 没有你 我早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芭蕾舞者在旋转的时候 必须先锁定一个目标 他才不会跌倒 可是现在我的目标已经离开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跌倒呢 芯蕾 没有你 舞台也有什么意义 光黄的掌声也有什么意义 我只要你 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对不对 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芯蕾 对不对 如果这一切能改变 那我希望 在我一次一次对你失望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忍让 我多希望那天你没有下船 这样一切都不会发生 不 可是它已经发生了 我们都有责任 不要 爹 你听我说 安娜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一直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处理我 可是事实证明 我处理你一团枣 所以我们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我也想理直气壮去爱一个人 我不想因为我的能力 让你 还有嘉欣都受伤 对不起 爸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没注意 对不起啊 我来帮你 没事 我自己来就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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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没注意 喂 喂 嘉欣 你方便来一趟艺狼吗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东西要给你 好 行 我等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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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